一场车祸后 柳如烟失忆了 他性情大便不再爱我 我没有放弃继续追逐了他三年 他终于要重新爱上我了 可伊藤城凭空出现 他阳光帅气 我与他争武王却被柳如烟弄断了双腿 他被绑架 柳如烟拿我换他 他什么都不用做 柳如烟就不顾一切朝他奔赴而去 最后我终于死心放手离开 后来 滴酒不沾的柳如烟喝得鸣顶大醉 哭着给我看他写的情书 求我不要走 我才猛然发现 我好像认错人了 这个人根本不是柳如烟 柳如烟提出让我换回伊藤城的时候 我是萌的 穷凶极恶的歹徒叫嚣让我快过去 伊藤城被绑复双手 云淡风轻地站在对面 好似一世独立的王子 柳如烟在我耳边说 你先过去拖住绑匪 等阿诚过来 警察马上会行动 放心 你不会死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他一把推向对面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死 我不会死 也不会痛吗 伊藤城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一声失笑 我转头看他 他还是那副不屑的样子 连眼风都不曾扫过我 幻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绑匪恶狠狠地 拽着我的头发 将我拖上车 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柳如烟口中 马上采取行动的警察 在三天后才找到我 我奸奸一息地 躺在肮脏的地窖里 脖子被生锈的 铁链磨得鲜血之流 断了两根肋骨 十根手指都被木刺扎过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 柳如烟跟着警察冲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他好像想过来抱我 却停在几步之外 狠狠捶了几下脑袋 他又头疼了吧 自从四年前车祸后 他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有时疼得拿头撞柜子 可是他有我疼吗 医生把我抬出去的时候 我看到伊藤城站在院子里 明月的青灰撒在他身上 破败的小院棚壁生灰 他那样高洁无瑕 看过来的目光淡然弱水 而我满身血污 恶臭肮脏 柳如烟 你如愿了吗 他活得好好的 仙尘不染 我也没死 可是我好疼啊 疼得快要活不下去了 昏迷的时候 我梦到了柳如烟 是以前的柳如烟 他一阵风湿地跑过医院走 闯进病房 哭过去一把抱住了床上的男孩 那是二十岁的我 在一次舞蹈表演中 被伴舞的队友算计 摔伤了脚踝 那使得我多娇气啊 看见他来的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掉 像是不意让他心疼 哭个没完没了 他抱着我 无言 宝宝 祖宗 别哭了 我给你揉揉 不疼了 其实我哪有那么疼 不过是有人关心 所以倍感委屈 关节扭伤不宜活动 我在医院静养了几天 柳如烟不肯假手他人 一日三餐亲手做好送来 晚上还要住下陪床 第二天陪我吃完早饭 再匆匆赶去上班 我一边心疼他辛苦 让他不要送饭了 一边很诚实地大口往嘴里塞 他只捏捏我的脸 看破不说破 一周后出院 他瘦了四斤 我胖了五斤 我绷不住又是一顿哭 都怪你 都让你别送饭了 你是不是故意做那么好吃 想害我长胖 他只能苦着脸哄我 是是是 都是我不对 我的错 别生气了无言 晚上我做可乐鸡翅 你吃吗 吃 后来回归舞蹈对我才知道 上次绊倒我的那个绊舞走了 是柳如烟的手笔 他对我百依百顺温柔处 可对外人向来杀伐果断毫不留情 他说 有我在谁都不能欺负你 七年了 他眼中的认真和坚定 我现在想起心里都还暖暖的 只是 是是流转人心一遍 谁能知道 后来会出现一个伊藤城呢 恍惚间 我好像听到柳如烟在耳边喊我 无言 快醒醒 你睡太久了 听话 再睡脸都瘦没了 不好看了 乖乖起床 给你做可乐鸡翅好不好 好温柔的声音 听得我有点想哭 我已经四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柳如烟了 我好想他呀 好想见见他 我拼命地抬眼皮 可总是抬不起来 努力了好久 我终于把眼睛撑开一条缝 然后慢慢扩大 一身黑衣的柳如烟坐在病床边 抱着笔记本打字 周身散发着冷音肃杀的气息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酒气 大概是幻觉 柳如烟滴酒不沾 没有温柔的关心 没有体贴的拥抱 也没有好吃的可乐鸡翅 眼前的不是他 我难过地转过了脸 医生过来查房的时候才发现我醒了 检查完毕 柳如烟脸色有些难看 醒了怎么不说话 出言嘲讽 我要在床上躺一个月 你管这叫活得好好的 那你怎么不这么活着 或者让你的白月光一腾肠来试试 他一下沉了脸 顾无言 这跟阿诚无关 是我要拿你换他的 你要恨就恨我吧 我眼眶一热赶紧闭上眼 我恨啊 怎么会不恨 我恨他出轨一亲别恋 恨他翻脸无情 更恨他如此轻易地叫我恨他 只有毫不在意的人才会把恨轻易说出口 在他心里 我已经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却始终无法放下旧情牵绊 恨得纯粹 柳如烟又开口 这件事情对阿诚影响有点大 舆论都在质疑他强迫你 交换人质保他安全 近期集团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希望你到时候能出面 澄清这件事是你自己自愿 与他无关 我缓缓转过头看着他 我自愿 他脸上染上几分不耐 顾无言 事情已经发生了 伤害阿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你想要什么条件吃贯鸡 只要你出面澄清这件事 我都答应了 我押住逐渐上冲的泪水 你知道那个绑匪是谁吗 他是伊藤成的粉丝 因为我在之前的舞蹈大赛 给伊藤成打了低粉 他发了微博控诉 他就盯上我 他的目标从来不是伊藤成 一直是我 他没日没夜地折磨我 只是为了给伊藤成出口气 他说 我是肮脏的陈妮 他是天上的明月 我不配跟他相提并论 柳如烟低头沉默 我忽然明白过来 他早就知道了 他知道我所遭受的一切 都是因为伊藤成 随手发的一条微博 但他依然纵容偏爱他 他还是要我去帮伊藤成扶去尘埃 明月就该高悬无暇 怎可被沉溺变无 半晒 柳如烟低声说 不是阿诚的错 我定定地看着他 他的身影渐渐模糊 和七年前重合 那时的他信誓旦旦地说 有我在谁都不能欺负你 那时的我们太年轻 以为说出口的话就是永恒 谁也没想到 短短七年就已物是人非 柳如烟 你没告诉我 要是你欺负我 他不要说 我不要听 那些商人的话我听够了 我刚刚能下床 柳氏集团就迫不及待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伊藤成不仅是柳如烟的爱人 还是柳氏集团旗下 舞蹈剧团队的主物 也是集团代言人 他的形象对柳如烟来说至关重要 发布会场面很大 几乎全国有名的大小 传媒公司的记者都到场了 柳如烟严严正表态 说伊藤成的品性有目共睹 他绝不会做害人的事 伊藤成端坐一旁身姿挺拔 在一众集团高管中间显得气质格外超然 自从一年前柳氏集团推伊藤成出圈 他就一直走得世人淡如菊 超然物外的国风男神路线 他跳古典舞 穿汉服 写毛笔字 信奉佛教 超经礼佛 在这个浮躁的现代社会 过影而出成为全民白月光 名扬四海 而他本人从来不争不强 不以无喜不以己背 但果真如此吗 我接过柳如烟递过来的话口 心想 不管是财富还是名声 都只会流向渴望他们的人 我不相信 一个没有欲望的人 会赚得盆满钵满名利双收 主持人发话 今天我们请到了绑架事件的受害者 顾无言先生 顾先生会亲自向大家 澄清关于伊藤成先生的留言 全场目光都看向我 柳如烟甚至难得有些紧张 我拿起话筒开口 伊先生没有强迫我代替他成为人质 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我看到伊藤成笔直的 几倍机不可见地松弛了一瞬 我轻轻勾唇 原来他也不是不在意啊 主持人想拿走话筒我没给 望着场下黑压压的媒体 我继续开口说道 伊藤成先生从未对我 或者其他任何人提出要求 因为他想要的东西 不用开口要求有人自动奉上 我在两个月前的 中青杯古典舞比赛中 给伊藤成打了低粉 他的粉丝不惜犯法 也要绑架我虐待我 只为给他出口气 我已经签订合同的舞蹈剧男一号 第二天就被制作人毁约 投资商主动把剧本 送到了伊藤成手上 我第七子 我嘲讽一笑 在一年前 怕我对伊藤成的出道比赛产生威胁 在我进行半月版青创手术期间 主动提出让医生切除更换我的半月版 从那之后 我再也无法站上舞台了 伊藤成先生自是无辜 奈何他身边全是恶魔 个个抢着为他谋划 杀人放火也要讨他欢心 全场一片哗然 我说的事情都曾是热点事件 在场的所有记者都听说过报道我 却没想到真相冷不丁在今天被揭晓 我看到台下的记者满脸兴奋 像闻到血腥味的狼 我看到柳如烟苍白的脸 伊藤成僵硬的背 心中有畅快的恨你 他不是人淡如菊吗 不是问心无愧吗 不是无欲无求吗 我倒要看看 过了今天你们还怎么装下去 我继续说 我自愿代替伊藤成成为人质 并非因为对他心存好感 而是我的妻子 柳氏集团总裁柳如烟出轨 伊藤成近一年 伊藤成遭遇绑架 我的妻子害怕他出事 要求我代替他成为人质 我去做人质 是想彻底终结我们这段 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 是想跟相断七年 却半路走散的爱人正式道别 虽然他变了心 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 但我们曾经的美好 也是真实存在的 我恨他 也爱他 但从今天开始我会忘了他 柳如烟脸上血色进退 伸手想拉我 顾无言 不许闹了 我没有理他 摘下无名纸上的婚戒一扬手 戒指飞进台下记者席再也不见 我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件事 是我的离婚生命 柳如烟 离婚吧 这就是我的条件 我的先桌式爆料 让每一个记者都不许此行 足足包场一个月的热搜 柳氏集团总裁隐婚出轨 一腾成做小三 人淡如局人设崩塌 还夹杂了些什么发布会上 柳如烟全场找戒指之类 不靠谱的小到八卦 总之这是一场媒体的狂欢 也是对柳氏集团骨架的凌迟 柳如烟头都大了 却也没忘记妥善安排一腾成退圈 把人藏得严严实实 一腾成发了退圈声音 称世间污浊 他要去潜心礼佛了 想起我退场时 一腾成内催了毒一般的眼神 想必佛祖也压不住他想到我的心 不过 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柳如烟大发雷霆 但还是兑现承诺 跟我去办了离婚手续 整个过程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我看得出他又头疼了 整个人绷得很紧 但他忍着一声不吭 办完手续 柳如烟大步离开明证局 一次也没有回头 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的夏天 柳如烟每天送我去舞团的时候 都会变出一杯冰奶茶 塞给耍赖不肯离开空调车的我 去吧 无言 我看着你走 那些冰奶茶 和无论何时回头 他都在的前程护送 让微热的我从此爱上了夏天 如今 再也没有人目送我的背影了 我最后看了眼 他消失不见的身影 失去眼泪离开了 柳如烟 我们大概不会再见了 我一路向南 在一座海边小镇安顿下来 美丽的小镇 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风铃 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 那个一件阳步无中生 守着相思举举独行的小姑娘 她喜欢的人 守着一段无望的感情 整整十六年不改初心 而我喜欢的人 短短六年就已面目全非 所以我不会是她 我在这个生活节奏慢悠悠的小镇 开了家舞蹈工作室 教孩子们跳舞 闲暇时 孩子们会带我去海边玩 他们教我游泳 冲浪 捕鱼 我们笑得很大声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 我身体里那个娇气活泼 蛮不讲理的顾无言 好像渐渐活了过来 直到有一天 乐极生悲 我耍赖抢了孩子们 挖出来的海星把腿就好 可人工半月板到底不如原装的 我重重倒在沙滩上 摔得七荤八素 吃了一嘴沙子 一个身影挡住阳光笼罩了我 小顾老师 这么大人的强小孩东西 修不修啊 是名女 我学生明明的小弟 我看着这个温柔的女生 不知为何 脑海中浮现出六年前 在游乐场的画面 我那时急着去赶旋转木马 不小心摔了一跤 膝盖磕破了 坐在地上挖的一声哭出来 柳如烟蹲在我身边 一边抹着我的眼泪一边动我 无言 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 修不修啊 六年后的我躺在闲闲的海风里 用手被挡住突然发热的眼睛 说出了和当时一样的话 我好疼啊 柳如烟 每次想到你 我都好疼啊 明语把我送回了家 我因为膝盖受伤 我倒是暂时休夜几天 孩子们吵着要来看我 明语带他们来了两次 就不让他们打扰我休息 他自己倒是天天来 每天不重样地带鲍鱼龙虾帝王谢给我 我一边吃一边感叹 腐败啊 我这辈子没这么放肆吃过海鲜 想到你每天吃得这么好 我就为自己感到难过 明语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 来我公司上班 海鲜管购 他开了一家水产公司 养殖场就在镇上 我连连摇头 我只喜欢精心烹饪的海鲜 散发腥味的活物 离我越远越好 从那之后 我明显感觉他每次来之前都沐浴近身 并且特意喷了香水 我失笑 其实他一点都不行 为了感谢他送的海鲜 我大手艺挥免了明明的学费 他又以感谢老师的理由 送来镇上精品店里 我垂涎很久没舍得下手的手工项链 还三天两头带我出海潜水 我渐渐明白了他的心意 犹豫之后开始疏远他 虽然我喜欢跟他在一起 但我现在的心态 接受他对他一点也不公平 他却一次次切而不舍地出现在我门口 他说 我能感觉到 有时候你看着我 其实是在看着别人 有时候你笑得很开心 又突然安静下来发呆 是心里有很难忘却的回忆吧 没关系的 小布老师 我没有对你要求什么 只是想陪在你身边 跟我在一起你很开心 不是吗 如果我的存在能稍微减少你的难过 我就很开心了 无言 不要推开我 我侧过脸 一滴泪滚下来 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 话语里是那么的温柔 明语慢慢靠近向我伸出手 我臂上也没有拒绝 他灼热的双眸近在咫尺 就在我快要靠到他怀里时 手机突然急促地响起 对面传来的声音仿佛一盆冷水都透泼下 柳如烟冷哭又隐寒怒意警告我 顾无言 让那个女人滚 别让我动手 我强作镇定送走了明语 忍住不看她失望的眼神 我不知道柳如烟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要扰乱我的生活 可她的语气让我很害怕 我以前就知道 她是个沙发果断的人 只会对一个人温柔 可那个人已经不是我了 我醉醉不安夜不能内 凌晨的时候手机又响了 是明语 我听完电话手忙脚乱地往外跑 外套都没穿 医院病房里 明语吊着一条腿 头上铲板绷带安静地躺在床上 她在我面前向来是活泼的 闹腾的 有时候还见兮兮的 但她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 整个人已经气若犹思 我摸着她的脸 眼泪掉下来 对不起啊 是我连累了你 我刷空了一张银行卡 为明语预存了住院费 我知道她不需要 可我没什么能给的了 我麻木地回到家 一时七清 正要开灯 黑暗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去看过了 人还没死吧 我顿住 气亮了灯 柳如烟端坐在客厅里 面色不善地盯着我 我慢慢地走到她面前 俯视她那张鞋满傲慢的脸 我抬手趴得一下狠狠打过去 柳如烟 你混蛋 柳如烟摸了摸被我打的脸 突然笑了 你出去了 顾无言 为了别的女人敢打我 我冷冷地说 跟你为伊藤城做的相比不值一提 她不笑了 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问 为什么把房子卖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我们在海市住的那套房子 那是我的个人财产 我想卖就卖了 里面的东西呢 扔了 她额上的青筋开始抖动 眉头拧紧 顾无言 那是我们住了六年的地方 你说卖就卖说扔就扔 是什么意思 还能有什么意思 我不甘示弱地瞪着她 意思是我不要了 跟你有关的一切我都不要了 她似是被触目 突然伸手扯住我的裤子 把我关到沙发上 沉沉的身体压上来 你凭什么不要了 你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乱 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 凭什么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其实你从来不爱我 我使劲掰着她掐在我脖子上的手 流着眼泪说 我宁愿我从来没爱过你 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 我宁愿四年前出车祸的是我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场车祸就能让一个人性情大变 柳如烟车祸醒来后 失忆了一段时间 性格变得阴暗冷酷 后来她慢慢恢复了记忆 可始终想不起来她爱我 她对我甚至比对别人更冷暖 我以为她是怪我开车不小心 害她出了车祸 我没有放弃 那样娇气的我 没脸没皮追着她跑了三年 我一点一点靠近她软化她 让她重新爱上我 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要成功了 我们甚至结婚了 可伊藤城出现了 柳如烟好像被吓了将头一样 不顾一切朝她奔赴而去 我成了脚下女 被她们随意见她羞辱 我掰不动她的手 放弃了 愿由她把我掐得快要窒息 四年前 算我欠你一条命 你拿去吧 可是明语 她是无辜的 你别再伤害她 她突然红了眼又松了手 用力对着自己的头锤打两下 我意识有些模糊 条件反射得剧烈咳嗽 她紧紧扣住我的肩膀 把我拉到怀里 声音很慌张 吴言 我不去找她麻烦了 你说过喜欢我呢 你不能再喜欢她 她从茶几上拿过一支木盒 打开捧到我面前 你看 这是我以前给你写的情书 你扔掉了 但我都找回来了 吴言 我都找回来了 你别不要我 不要扔掉我 我顺过气 拿出盒子里的信一封一封看起来 上学时 我拉着柳如烟一起看了电影 我哭得不能自已 她为了哄我 答应每周给我写一封情书 她不是个浪漫的人 可她做到了让我们之间固留遗憾 一共156封情书 都是她亲手所写 每一封都隐满了她的爱意 我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每封信的称呼都是我最爱的顾无言 可是柳如烟从不叫我顾无言 她一直叫的是无言 现在看来这些信都是伪造的 柳如烟为什么要伪造这些东西 为什么伪造了却写错了称呼 她不可能犯这么明显的错误 除非她不是柳如烟 我抬眼看向她 五官的形状 面部的轮廓 说话的声音 都跟柳如烟分毫不差 她不是柳如烟还能是谁呢 还是说 她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 我顿了顿开口道 那张印着梅花的红纸呢 应该也在盒子里 她愣了一下有些犹疑 我没注意 可能拿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家里了 我捏紧了盒子 冷冷地看向她 你不是柳如烟 你是谁 柳如烟神色紧张起来 故作轻松地说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柳如烟还能是谁 我盯着她说 根本没有印着梅花的红纸 那张纸上印的是海棠 她轻笑一声 可能是我记错了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说柳如烟不会记错 我第一次拿到全国古典舞金奖的时候 跳的是海棠依旧 我的胸前画了一只海棠 柳如烟觉得很美 亲手把那只海棠拖了下来 后来 我们的第一次自然而然发生了 那幅海棠图柳如烟一直视若珍宝 时不时拿出来看 我觉得难为情 从她那里抢过来 锁到装情书的盒子里 后来 海棠图又被她神不知鬼不觉摸走 不知放到了哪里 这些 柳如烟可能会因失忆而忘记 但绝不可能记错 面前这个跟柳如烟长得一样的人 脸色逐渐变得冰冷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我不甘示弱的回事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我和她之间的事 是谁告诉你的 柳如烟在哪里 她慢条思理地说 柳如烟就是我 我就是柳如烟 她在我的身体里 所有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 我愣住 忙问 什么叫她在你的身体里 你们是 精神分裂 双重人格 这似乎就能解释柳如烟的性格大变了 她顿了顿说 也可以这么理解 总之 我们就是一个人 我直直地看着她 让她出来见我 她眼神一冷 你说什么 我咬唇看她 我要见柳如烟 你把她还给我 她勾起唇角冷笑一声 顾无言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一个人 你既然爱她就必须也爱我 她不会再出现了 以后只会有我 不可能 我擒着眼泪看她 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人 她比你好千倍万倍 她只是病了 我一定会治好她的 该消失的是你 你说什么 她瞬间怒意上涌 把装着性的小木盒 砸得四分五裂 156封信像雪花般 刺散在空中 我一动不动 都是假的 我才不要假的 忽然大门被打开 有人走了进来 看来你进展不顺利啊 你的小猫狠狠咬了你一口 我惊诧回头 来人是伊藤成 最后的记忆 是伊藤成 往我的颈动脉注射了什么东西 我几秒内就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时 我被关在一栋别墅里 伊藤成在沙发上闭目打坐 手里无意识地盘着一串佛珠 伊藤成睁眼 神性瞬间没了 她的眼中满是高傲和冷漠 这才是她原本的样子 她所谓的人淡如菊 不争不强 不过是平等的利用和看不起所有人 她倾笑一声 我低估了你对刘小燕的影响 看来我不在的那三年 她确实对你动心了 不过问题不大 我回来了 她绝不会再选择你 我挣扎着坐起来 你们到底是谁 刘如烟在哪里 刘小燕她不是刘如烟对不对 她冷漠地看着我 说刘如烟已经死了 我如遭雷击 哀呆地看着她 不可能 她怎么会死了 她一定是骗我的 伊藤成继续说 本来那场车祸 柳如烟是挺不过去的 可是刘小燕来了 她挺过来了 柳如烟就被完全压制了 他们一体双魂 柳如烟那个废物根本抢不过 后来她怕你伤心 把你们之间的过往 都告诉了刘小燕 希望刘小燕 代替自己对你好一点 伊藤成痴笑一声 刘小燕怎么会看上你这种货色 只是那三年我不在 她被你缠得心烦 才应付一下你罢 后来刘如烟就消失了 一缕幽魂无处容身 只能消散 她露出一个恶毒的笑容 更何况 我这几年变访名寺 请教了很多高僧 他们教给我驱魂的办法 柳如烟的魂魄已经灰飞烟灭了 永世不入轮回 这句身体已经彻底属于刘小燕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 把她说的每一个字听进耳中 又觉得每一个字能听懂 太荒谬了 谁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伊藤成是不是信佛信封吗 可是 如果不是柳如烟亲口所说 又有谁会知道我们之间那么多过我 让刘小燕把我瞒得密不透风 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怀疑过 难道她说的都是真的 柳如烟 你真的被关在自己的身体里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一点一点驱逐吞噬吗 大门开启 刘小燕走了进来 她目不斜视向伊藤成伸出手 走吧 大师那边摘饭被捕了 伊藤成是自然搭上她的手臂 二人转身离开 忽然 刘小燕停下转头对我说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转告你 冰岛她不能陪你去了 但她会变成极光亲吻你 他们走了 我慢慢地捂住脸失声痛哭 要去冰岛看极光的想法 是在车祸前五分钟 我心血来潮提出来的 除了我们俩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我的燕儿被关在无望的牢狱里 眼睁睁看着我拼命地追逐刘小燕 一次次伤心难过遍体鳞伤 她要有多绝望才会放弃挣扎 抱着微弱的希望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可我们都被辜负了 很痛吧 燕儿 他们说你不在了 那应该也不会再痛了 你终于解脱了 只是 你不要走太快 我怕我追不上你 你再等等我 我带着他们一起去找你 让他们给你赔罪 好不好 凌晨五点 一天中人类大脑活力最低的时候 我悄无声息地拿出 白天藏起来的高度白酒 到满整栋房子 然后打开燃气造四处点火 很快房子就烧起来了 我反锁了所有屋子的房门 静静地坐在房里 没多久 隔壁房间就传来动静 我听到刘小燕暴怒的吼声 还有伊藤城的尖叫声 害怕吗 绝望吗 我的燕儿当时是不是也像你们 现在这样惊慌失措 也怕 一切很快就结束了 忽然 我听到砰砰两声巨响 接着是房门被踢开的声音 我皱眉 他们有枪 我听到门口刘小燕大喊 让伊藤城先走 接着开枪扫射我的房门 我迅速抽出从厨房顺的刀 顾无言 他把门踢开的一瞬间 我握着刀猛扑过去扎进他的肩膀 他疼得大叫一声把我甩出去 你疯了吗 刘小燕捂着肩赤红着眼吼道 火太大了 快跟我出去 刀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我扶着窗台从地上爬起来 悠悠地看着他笑 为什么要出去 燕儿就在这里 你跟我一起去找他好不好 刘小燕咬牙 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吗 想去找他 你做梦 他大步朝我走来 我倒退两步 毫不犹豫地翻过窗台一跃而下 顾无言 他飞身扑过来抓住我的手 阻止了我的下坠 可我依然在一点一点地吓滑 他扔了枪拼命想要抓住我 我看见他双目星红好似有水光闪烁 无言 把手给我 听话 我深深地看着他 突然一笑 现在看来你一点都不像他 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被你骗这么久 我真是太蠢了 说完 我使劲一阵摆脱了他的束缚 他生死力竭的吼道 不要 我望着越来越远的天空 朝阳正在升起 一缕红光照亮天际 好美啊 好像激光 我没想到还能恢复意识 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每一寸骨头都在痛 比上次那三天三夜的折磨还要痛 我睁不开眼眼眼一息地躺着 不知过了多久 耳边听见一腾成的声音 没什么好知的 他一个纸片人又死不了 现在这样正好 省得又给我添乱 接着刘晓妍说 他失血过多 万一到时候血不够就启动不了 一腾成骂倒 真麻烦 那就吊着他一条命 只有一个星期了 多给他不点血回来 忽然一只手抚上我的脸 刘晓妍的声音离得很近 我不知道你这么爱他 你怎么这么僵了 我对你这么坏 你怎么就是学不会死心 每一次伤害你 柳如烟都要在我脑子里 不停地咆哮吵呢 吵得我头疼 你带着对他的爱 整天在我身边转悠 变着法的现殷勤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很烦 知不知道我也会爱上你 可我怎么能爱你 一腾成是我的主人 我只能听他的话 他要我爱他我就只能爱他 他要我伤你我就只能伤你 你怎么不知道躲不知道跑 我是一条有主的狗 可你让我变成了人 我该怎么办 顾无言 你不想活了 可我不想让你死 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保护你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放弃 无言 不要去找他 我不耐烦地闭紧了眼睛 我当然要去找烟 你们要我活 我偏不活 不管你们要我的命 还是要我的心 我瞳孔都不扁 我很倔强地抿着唇 一滴药都不放进来 注射的刘志珍 也被我一点一点偷偷弄了 可是我为什么还不死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 我是个纸片人 永远死不了 有一天 我忽然闻到一丝酒气 有人在我旁边喝酒 他喝得很急 一杯接一杯 很快他就倒下不省人事了 没一会儿他又爬起来了 酒精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 无言 是我 我是燕儿 我来看你了 无言 你睁开眼睛好不好 燕儿 我心中一阵激荡 燕儿回来了 他没有死 我拼命想睁开眼睛 可就是做不到 心里火急火燎的 大概是我的急切被他看到 他把手轻轻附在我眼睛上说 睁不开眼睛也没事 你能听见我说话我就很高兴了 可是我想看你 燕儿 我想抱抱你 他好像听见了我的心声 轻轻地把我扶起来揽进怀里 虽然是同一具身体 可确实跟刘小燕是不同的气息 他亲了亲我的头顶说 无言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要好好记住 刘小燕和伊藤成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是穿越来的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真实世界 而是一本小说 我和你是小说的男女主角 刘小燕和伊藤成是很多年前的古人 意外进入我们的世界 他们一直都在找回去的方法 伊藤成四处拜访寺庙 终于被他找到打开时空通道的办法 用这部小说世界里男女主角的血陷阱 启动时空通道 这样他们就能回去吧 我和你的身体 都会在下周晚上被带去 时空通道放血陷阱 无言 你一定要好好吃药 养好身体逃出去 我不管什么小说世界真实世界 你就是我唯一的真实 他们把我们当低等的虚幻角色 可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是真实度过的 无言 我爱你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我不会消失 我一定会撑住 我们会有相见的那天 书然 柳如烟的气息消失了 我墨地睁开了双眼 刘小燕趴在床边 还醉着 但意识已经有些清醒了 原来 喝酒能麻醉刘小燕的意识 燕儿可以趁机出来使用身体 我想起上次从歹徒手里被救出 在医院昏睡不醒的时候 迷糊间也闻到过酒味 那天跟我说话换我醒来的 也是燕儿吧 是刘小燕为了唤醒我的求生意志 故意把燕儿放出来的 可燕儿刚刚说的 什么小说世界现实事件 什么男女主角献祭放学 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有些不确定 我看了看还睡着的刘小燕 轻轻起身拿过桌上的水果刀 刀很锋利 应该本身不是用来削水果的 我看着闪光的刀锋眼睛一闭 狠狠心把刀扎进我的颈动脉 很痛 碰得我眼泪直飙 但没有血 我身体里的血已经流干了 等了几分钟我也没有死 我沉默 在这样荒谬的事实面前 我不得不相信 我确实是一个纸片人 难怪那么多次 刘小燕都笃定我不会死 突然一只手握住那把刀 用力拔了出来 我痛得一横 刘小燕醒了 脸色阴沉地站在床边 现在相信了 我看着他心情有些复杂 略过那些理不清的感情纠葛 我问 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 你好好吃要恢复身体 下周之前我会带你离开 我们逃得远远了 再也不见伊藤成 逃走之后呢 他和柳如烟双魂一体 要怎么把柳如烟放出来呢 我没有问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老老实实治疗了五天 我的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 脸上也变得有血色 凌晨 我收拾好了简单的衣物证件 刘小燕穿着黑衣推门而入 牵着我往外走 忽然门被拉得更开 伊藤成带着一众保镖走进来 刘小燕瞬间变得紧疯 伊藤成面无表情 眼神冰了 你还是选择了背叛我 刘小燕 就为了这个女人 你居然违背柳家三代 尊我一世为主的誓言 刘小燕 你知道回去以后 等着你的是什么吗 刘小燕闭了闭眼说 我不会跟你回去 做了人之后 谁还愿意做狗 伊藤成瞬间暴怒 这是你的命 你生来就是我伊藤成的狗 是这个可笑的 人人平等的世界骗了你 这只是本小说 不是现实 人就是分三六九等贵贱天成 有人天生为主 有人落地为奴 这就是宿命 他咬着牙看向刘小燕 念在你自小当我左右 尽心侍奉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把那个男人绑了跟我走 以前的事情我既往不救 刘小燕摇头 我做不到 伊藤成 这一次我不选你了 我看着他挡在我面前的身影 觉得他从未如此高大 大概是因为 他今天终于站起来了 可惜现实很残酷 我和刘小燕 还是被打晕带走了 我是被一阵凉风吹醒的 四下张望 我和刘小燕 被绑在一座光秃秃的山头 周围很有讲究的 摆了几块大石头 中间还流出一大块空底 这应该就是 燕儿说的空间通道 手被凉凉的 我低头一看 一根针管从我的手被扎进去 血液顺着管子 流到地上一条细小的沟渠中 一路蜿蜒到中间 细看之下 那并非一块空白的土地 而是尹血渠组成的繁复图案 我和刘小燕的血一起灌注 中间的血渠已经快被灌满了 一腾成来了 一步一步走到刘小燕旁边 她一个眼封也没给我 还是那么傲慢 她居高临下看着刘小燕 眼神中难得有些怜悯 我知道你是被迷惑了 我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不会真的罚你的 等我们回家 我会让父亲把你赐给我做娘子 只要你一心一意待我 永不被抗过 我会对你很好的 快看 小燕 血渠快满了 我们终于能回家了 你高兴吗 看得出一腾成是真的很想回家 我第一次在她冷漠高傲的脸上 看到了激动的表情 刘小燕抬头看她 像过去那么多年的每一次那样虔诚 我高兴啊 阿诚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你离我近点 我想牵着你一起回家 一腾成露出十分愉悦的神色 快速地瞟了我一眼 俯下身子靠近刘小燕的脸 小燕 谁也没想到 刘小燕突然手速如垫地 拔下头上的发柴 狠狠扎进她的脖口 她偷偷磨断了绳子 一腾成惨叫着倒下不停抽搐 刘小燕跑到我身边拔了针管 费力地挤着麻省 因为流了太多血 我头晕目眩神志迷糊 一腾成叫得太惨 我怕她的保镖冲上来 对刘小燕说 你走吧 没了你她也会不去 以后有机会再来救我 她咬着牙用力扯着绳子 闭嘴 我不会扔下你 故无言 不是只有柳如烟才会对你好 我的双眼渐渐变得模糊 突然看到刘小燕背后出现一个人 我惊叫 刘小燕 太迟了 一腾成拔出了簪子 狠狠刺进刘小燕的脖子 腹部 眼睛 一下又一下 她好像完全磨着了 成了一个嗜血的疯子 刘小燕痛苦地倒在地上 一腾成又把簪子对准了我 深深扎进我的胸口 你这个贱人 都是你抢走了我的小燕 你把小燕还给我 她还要扎第二下 刘小燕挣扎着把她拖倒 她的头撞到石头上再也移动 刘小燕浑身是血 几乎是爬着向我靠近 我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 眼泪疯狂涌出来 她掩掩一息 颤抖着抓住我的腿 爬到我身前 那三年 你有没有那么一颗喜欢过我 刘小燕 我看着她那张满是血污的脸 说不出话 眼泪大磕大磕地掉 她似乎看懂了什么 费力地笑了笑 想摸一摸我的脸 可手伸到一半就落了下去 她安静地躺在我怀里 月光洒在她身上 跟那天我被她从地窖里 救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是 她再也不会睁开眼了 我也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我临死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是在想柳如烟 我们都死了 她是不是也要消失了 忽然 大地开始震动 中间的血渠开始发光发亮 我和刘小燕的血填满了她们 时空通道启动了 可是 没有人需要了 像是回到温暖的羊水中 睡了很长一觉 我在柔软的大床上醒来了 周围干净明亮 香喷喷 我浑身都很舒服 没有血污 没有伤口 我从床头梳妆台的镜子里 看了眼自己 面色红润有光泽 没有湿血 我活过来了 我根本没死 还是只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迷茫间 有人推门走进来 我愣愣地看着来人 是柳如烟 她穿着我送她的灰色羊龙衫 挂着温柔的笑 轻轻刮了刮我的鼻子 说好睡午觉 结果睡了一下午 无言你是什么品种的小猪呀 温柔如水的宠谜 一出眼角的爱意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我定定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她蹲在床边凑近看我 怎么了 睡糊涂了 快去洗把脸吃晚饭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高兴吗 我鼻尖一酸一头扎进她怀里 紧紧搂住她 高兴 我好高兴 燕儿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柳如烟翻来 被关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整整四年后 我终于在一个夜晚被释放出来 可我没想到 我重见天日的代价如此惨烈 刘小烟死了 一腾成死了 我的无言也死了 她浑身是血的靠在一块石头上 静静地闭着眼睛 我痛彻心非拼了命地想过去抱住她 可我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灵体 被无可阻挡的吸进空间通道 刘小烟和一腾成找了四年的空间通道 没有带走他们却带走了我 我穿进了刘小烟的身体 她是个世家子 家是良好地位崇高 却是一家的家奴 我无法适应这样的尊卑等级 在一个雨夜逃了出去 我逃进了一座山里 住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小村庄 白日无能晚上写书 我记得 一腾成说我和无言的世界是一本小说 我们的人生都是小说情节 我当时不服 但现在特别庆幸 这样 我就可以用手中的笔重写那个故事 我的无言不该有那样惨死的结局 她要一辈子跳喜欢的舞蹈 成为最优秀的舞蹈演员 她要有最好的爱人 千娇万宠地疼爱她 还要有健康的身体 一生顺遂长命百岁 所有我能想到的美好事物 我都要给她 我本不确信这样做是不是有用 直到有一天 我在书里看到了一个我不曾写过的东西 无言的日记本 她每天都写日记 记录生活或者寄托愿望 这本日记是她自己写的 也许是因为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小说人物 觉醒了自我意识 所以能创造自己的剧情 我内心狂喜 我终于确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有用的 我的无言真的过上了幸福的一生 我还可以从日记中偷偷窥见她内心的想法 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 我全都知道 然后偷偷帮她实现 虽然我们身处两个世界 永生不能再见 可拥有这一点小小的连结 但我知道 她在某个地方过得很好 我就知足了 这本书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写 这也是无言的一生 永远不会完结 直到年老体衰 即将寿终正寄 我在书上写下最后一句话 抱着书刻然尝试 我终身一人 但很幸福 后继 认识我的所有人都说 我是他们见过的最幸福的人 我事业有成家庭圆满 买彩票一定中奖 抽霸王餐必定免单 连我自己都找不出我的生活有什么烦恼 他们说我是上帝的宠 但我知道我不是 宠爱我的另有其人 他以为我不知道 但我早就发现了 那些写在日记本中的小小愿望 总会在不久之后实现 我想吃芒果 第二天我的芒果过敏就不要人 我想要限定盲盒 下次下单就一定能买到 他以为他偷看我的日记不会被发现 真是个傻子 被他翻过的纸页总会留下竹叶的清香 有时书页变得皱皱的 使他想我想的掉眼泪 我也想他 虽然我的妻子本就是他创作出来的化身 可我还是想他 想念完整的他 他再也不能见我 却创造了整个世界的爱我 我每天写日记 有时一天写几篇 想用这种方式来安慰他 告诉他我很好 你也要好好的 现在的生活太幸福 美好的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我经常会忘了时间 好像过去很久很久了 而我依然年轻昂扬 直到有一天 我在日记本上看到了一行不属于我的字 老来多见忘 唯不忘相思 我知道 我这本永不完结的书 终于迎来了结局 后来 我带着妻子去了冰岛 看到了美丽的极光 神迹一般的光芒照在我脸上 像是他温柔的抚摸 燕儿 我们还会再见呢 这次 唤我去找你